大家好,Ru-chan Ru-chan 今天我們來看照片 謝謝 我跟文棠見面了 見面了 好可愛喔 我們這次接到長崎縣的邀約 要去長崎他們的一個離島 叫做 Ikishima 我們兩個現在在長崎空港 要準備坐飛機去那個離島 然後他們好像有安排一個TALENTO 要幫我們兩個當導遊 所以就很期待不是只有自己在那邊亂逛 是有人可以帶的 這種機械都沒有 長崎也在修學旅行 我已經20年了 我是長崎最初的 好開心 那我們走吧 走吧 Ikishima是位於長崎縣 坐飛機差不多30分鐘就可以到達離島 清澈的海水和自然風光都是這裡的特色 因為大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的關係 美食也非常多 像海膽、海鮮跟牛肉都很有名 那整個島都被日本人稱為是POWA SPORT 這次我們能夠受邀體驗 Ikishima的美麗真的非常的榮幸 我們到Ikishima了 然後我剛才已經看到 有一個穿著非常特別的人 他應該就是今天要幫我們安排的TALENTO-SAN 就是那一位 大家好,我是真神宮 因為真神宮是長崎縣的 我沒有認識到HALF 這是一位穿著的 這是一位穿著的 我以為是MENDO大生 非常有趣 很有趣 我今天很高興 我介紹一下,請多多享受 謝謝 這次也有兩人的新婚旅行 謝謝懶惰 我們去吧 我們看到一個好有趣的標誌喔 這個是一期式的地獄安心 美馬模立即優秀的圖案 不似的 但很可愛 我們現在來到一家便宜商店 叫做POPPULA 文章說這個POPPULA是廣島產的便利商店 很久不見 我最初的 懶惰 文章說這家便利商店的特色就是你買便當的話 他們會現場幫你把飯裝進去 超有趣的 首先是我們第一站叫做元年 Saruwa 這裡的特色就是他們這裡有一個岩石 是完全長的是猴子的形狀 不是那個 真的是猴子耶 那種草是猴子的 又有一個好味道 真的嗎 真的嗎 超級 這個真的很酷耶 因為我要來之前 我有在網路上查過照片 可是他本人跟蕭猴子 好像是小猴子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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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有看過很多這種自然的岩石形成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除了岩石女王頭以外啊 第一次問到 就是我真的超想的 哇 真的有猴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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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然後圓岩的附近呢 就有一個 小猴子 是在圓岩的紅茶館 哇 這個小猴子 好肥喔 小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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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 小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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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還有賣圓岩的衣服 真的就是長這樣耶 小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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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現路邊的裝飾也是圓岩的形狀耶 這裡的整個街道的氛圍 好像有那種日本洞 今天第一天主要是移動比較多 我晚上還有自由時間 我跟文章就附近找了一下 有什麼感覺很好吃的壽司 然後找到一家是說好像當地人推薦的 就是這一家 奶元壽司 小猴子 最初我沒想到 小小的道路 很開心 這裡的地方很美味 這是第一次的地方 所以很開心 因為有水流出的地方 很開心 這裡的地方很美味 我們兩個剛才一進來店長跟我們聊天 很親切 就覺得他們這裡整個氣氛很好 沙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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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朵 沙仔 沙仔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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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醬料製的汁太好吃了 我跟文章吃完 我们决定又要再点一个 可是我们吃不完两人份 点一人份 大家知道 我们吃不完两人份 Ru-chan是鸡牛的吧? 对,Ru-chan是鸡牛必须要吃的 他就会任何人 可能因为我们看起来真的吃得太好吃了 他们还特别试试 送我们鱼的味噌汤 我感觉很美味 最后吸变了 鱼的味道是一样的 好喝 好喝 我们吃完了 吃完了 这家超好吃 超好吃 这个超推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我真的最好吃的 真的 如果大家来到鱼的鱼的鱼 就来这里吃吧 真的 我说一番熊本鱼的鱼的鱼 鱼的鱼的鱼的鱼真的很好吃 我买了两人的鱼 我太好吃了 我买了三人的鱼 我只吃了1.5人的鱼 如果大家有来鱼的鱼 如果大家有来鱼的鱼的话 我一定要来吃 手吃真的好吃 而且店长跟店长的老婆人都很好 那我们两个今天要回去休息 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旅程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明天 大家早安 早 今天是最多行程的第二天 那我们两个现在要坐船出去钓鱼 钓鱼 钓鱼 好那今天呢也是由黏土大街先生 他带我们两个去玩 今天你二人体验 是 是 钓鱼 钓鱼 文章说他今天想要钓五只 我一只就好了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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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现在跟我都已经换上救生衣了 因为 Ikishima它是四面环海 所以呢 在这里钓鱼呢 就非常的兴盛 然后他们说只要游客来的话呢 一月也可以钓鱼 然后他们说只要游客来的话呢 这样抬起来 然后它会稍微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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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往这边 然后再往这边 对 然后再继续 哈哈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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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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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如果你钓到鱼啊 尺寸小的 就是小baby的话呢 要放回海洋里面 就是为了海洋的生态 还有刚才呢 黏土桑还有钓到一个是 要还回去海洋的size 文章钓到的这个呢 是可以带回家的size 好酷 如何? 鱼色很漂亮 对,漂亮 船长把刚才文章钓的鱼拿过来了 文章鱼 是鱼 他在教文章怎么拿鱼比较帅 他在教文章怎么拿鱼比较帅 你钓到的鱼好大 海洋的鱼好大 我考虑一下 100元的鱼 没问题 本来的鱼章钓 大赛鱼 那我们刚才钓完鱼之后 现在要来吃午餐 吃午餐的话呢 是要吃鱼非常有名的牛的料理 韩式鱼跟焼肉的样子 是鱼章 台湾的鱼比较喜欢 很喜欢 很喜欢 吃饭了 刚才念头上跟我们说 这家店呢 它原来是古名家 然后是改建变成店 那我们这次呢 点了四份 是两份烧肉 跟两份牛排 那一份烧肉呢 是他们家店的招牌 叫做 那这一份呢 是 然后另外两边呢 这一期也已经在烤了 超好吃 超好吃 超大 我们的烧肉餐呢 它除了烧肉之外 还有沙拉 还有味噌汤 还有白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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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昨天吃饭 吃饭了 吃饭了 嗯 好吃 好嫩哦 放在嘴巴里面直接融化 这家肉很可以耶 好好吃哦 他们说 这里呢 牛跟海胆非常有名 所以大家如果来的话呢 一定要吃牛或是海胆 吃饭了 吃饭了 我吃饭了 好吃 柔和好吃 鸡肉很高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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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的质量很差 一枚一枚 一枚一枚 而且它虽然有油脂 但是吃起来又不会油 油脂 不是脂肪的 肉脂肪的 很好吃耶 好吃 好吃 日本的店家每次吃完饭结束 几乎都会敷一杯热茶 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文化 就作为一顿饭的最后的一个小礼物的感觉 柔和鸡肉 我们吃丁 烤肉跟同样的原理 吃起来也好,脂肪也好 确实,Zaki真是那样的 在吃起来,请在烤肉里面吃烤肉 非常美味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去的是小岛神社 这是一个驻立在海上的鸟居神社 它一天只有几个小时退潮的时间 会出现能够通往神社的道路 全满潮的时候甚至还能坐船夫的船通过鸟居 只是我们这次比较可惜的是时间没碰上 推荐给大家如果要来的话 可以先看看时间再来会比较好 那我们现在走能走的地方 它们坐在这里有三颗 爱心鸟居上的鸟居神社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爱心 但是特定做的 因为我本来以为是像这种石头 然后只是像爱心 就没想到这种其他的爱心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Ikishima里面 它们总共有10个海滩 那这个海滩是最大也是最知名的 水很厉害 离岛就是跟本土很不一样 它们自然景色非常的丰富 也很漂亮 这个海水下面都还可以看到它们的沙滩 我们刚才在的地方呢是展望台 然后下去之后呢 它们说就可以实际上摸摸看那个沙滩 体验一下它的大海的感觉 很漂亮 你看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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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爸 我爸讲不太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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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模仿那个数字 剩下最后一点时间 Nando-san跟我们说 其实Iki曾经挖出过神文时代的遗迹 那Iki是呢 为了把样貌完全呈现出来 还建造了复原公园 在复原公园的附近呢 Iki还兴建了一个神文时代的博物馆 馆内的设计真的非常用心 一开始会有小剧场放映神文时代的故事 让来到博物馆的人都能够更了解Iki的背景 还有很多文物都可以参观 另外馆内的外语解说 可以应付中文、英文、韩文等多国语言 很用心让外国人也可以好好享受古文化的熏陶 那地上呢他们有很多很用心别出新材的设计 首先一进来地上的画面呢 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用的盘子 像这样子往前走之后呢 他们地上的这个就是以前他们用的盘子 他们很用心的是在这个盘子 就是我们现在走的是地面 可是旁边这个墙壁呢又有年表 那随着刚才最右边那边是现代 这样一路走过来是会越来越像古代 所以我们走到前面那个应该就是最古老的人 他们在用的盘子 真的很不一样耶 有很多是贝壳类 这个是卖他们Omiyage的地方 他们说这里Omiyage呢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人面食的饼干 我们两个一开始在机场看到的那个很好笑的人 原来就是他们这里非常有名的人面食 真的是不了解就会错过很多机会 所以之后去每个地方的时候都应该要像这样子 把他们的历史啊一些知识的东西 先学习之后在每个地方旅游就会更有趣 那我们两个现在已经来到了一季机场 那现在呢要坐飞机先回到长崎机场 那我们两个在分别耶 拜拜 一季? 飞机的时间も楽しめないよね 哈哈哈哈 30分耶 哈哈哈哈 好快 好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回到长崎空港了 你这是印象最深刻的哪个? 猿岩かな 猿岩真的好吗? 嗯 看的感觉完全是猿 确实是很可愛 那里有猫也很可愛 猿岩也很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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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猿岩也很喜欢的 那里有没有游戏 但猿岩也很喜欢的 那里有肉也很美味 我全都喜欢的 对 虽然Iki这个地方呢 它只是在日本本土 但是因为是离岛探索之后 才有更多有趣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去日本的离岛吧 而且是很有趣的飞机 不是一般很有趣 所以大家之后来日本旅游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看看离岛 可以来看Iki 一起去 很可爱这是日文的血音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